阿媳妇 婆婆 怎么了 林婶来借豆浆鸡 你去厨房拿一下给她 啊 婆婆 林婶怎么天天来借东西啊 她家小孩爱喝豆浆又没有买 你快去拿 别让人家等久了 好的 婆婆 林婶 给你豆浆鸡 哎呀 我们家也不经常用 买了也浪费 偶尔有用线 你们家用一下 没事 永远就过来拿 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婆婆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你去村口帮我买带洗衣服吧 好的 婆婆 哎呀 这新买的车就是好看 真好看 美妖 你家的电动车借我用一下 我出去一趟 你等一下 我去拿一下钥匙 好的 林婶 你家不是刚买一辆电动车吗 怎么又来我家借车 是我家的比较好用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家哪有什么电动车 你这么小气不减减就算了 讲这么多干嘛 哎 阿玲啊 这怎么了 钥匙给你 不要啦 我才不稀罕 林婶莲 婆婆 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 她家明明有电动车 我就说了一句她还说我们小气 没事 她嫌弃自然有她的难处 走吧 跟我去载点水果回来 婆婆 你体质好多呀 婆婆 你体质好多呀 你因为需要的人 搭造一个天堂 可现时之后 尝尝的细腰 所有的付出是 阿西傅 走 回家了 好的 婆婆 我跟你说阿娥婆媳妮格小气得很 我换她这个电动车她都不肯 那坚持久气 电动车借一下又不会会 就是啊 她怎么那么小气 看阿娥媳妇性格泼辣得很 看起来就讨厌 哎呀 我家里还有事 我先走了 阿娥 你们去哪里啊 好 我们去地里再点水果 阿娥 省官一起聊天啊 来 过去睡 应该睡了 好 阿西傅 你先回去 我坐一会再回去 好的 婆婆 阿娥 阿娥 省啊 明省今天是不是去你家借车啊 嗯 是啊 后来又没借了 她自己家那么有钱 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买 天到别人家借这个借那个 那么大年纪了 我看了都烦 你没听过吗 越来越借越抠门 是啊 阿娥 省 你以后东西不要再借给她了 没事 都是相恋相亲的 一样的全力 扶持住我的梦想 哪怕被受伤 哪怕有风浪 风雨之后才会 哎呀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你们慢慢聊 好 阿娥 省 你慢走啊 好 这个阿娥啊 就是假好人 对啊 一样为需要的人 把照一个照片 哎呦 好痛啊 哎呦 啊 哎呦 啊 哎呦 阿莉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突然间肚子好痛啊 阿莉 你别着急 我去找人 喂 婆婆 阿莉 省 省肚子痛得挺严重的 啊 什么 你马上叫个车 我们送她去医院 好 我马上叫车过去 慢一点 哎呦 婆婆 省 你别着急 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 我这回车就在村口 我借你们东西 还借你们坏话 你们还不跟我计较 谢谢你们 计较什么都是小事 好了好了 你别说话了 省点力气 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医院了 婆婆 刚刚好惊险啊 林婶尽量得了急性狼威员 还好及时送到医院去 是啊 她家人孩子都到了 我们也能放心回来 我去乐下菜 我们吃饭吧 好的 二媳妇 菜好了 可以吃了 二媳妇 刚刚累坏了吧 多吃点 婆婆 我还是想不通 林婶家明明有车子 使不得用自己的 非要来我们家借东西 你林婶啊 从小生活贫苦 家里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 连饭都吃不饱 把钱看得很重要 哪里东西便宜 一毛钱 她都要去争破头皮 以至于后来经济好了 她还是改不过这个习惯 原来是这样 其实她人啊 并不坏 只是把这些物资看得太重了 你别怪林婶 知道了 婆婆 对了 婆婆 你们以前生活贫乱 是不是比现在差很多呀 是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了 你们要珍惜这 来自不易的幸福啊 会的 婆婆 吃饭吧 嗯